自中国顶尖高科技企业华为的高管孟晚舟女士,被加拿大当局,因美国政府要求逮捕后,全世界都在关注此案的走向以前孟女士的命运。 其中,很多关注此事的外国网友,目前也都逐渐看清了,美国只是加拿大抓人的真正原因,当竞争不过华为的时候,美国的选择是绑架华为老板的女儿,打不过华为。 所以只好绑架对手老板的女儿。 上面这两段获得大量的言论,是美国华尔街日报在境外视频网站YouTube上的一篇,关于美国为何使华为威胁,的视频报道下,国外网友们自发写下的感想。 而华尔街日报在其节目中也相对客观,讲述了美国对华为如此重视,并视为威胁的原因,竞争不过华为。 华尔街日报介绍说,目前美国并没有企业可以在伍克这个高科技通讯领域对华为形成挑战,真正比华为有一拼的只有瑞典的爱立信和芬兰的诺基亚。 因此美国担心这会令美国不得不去被迫购买这家中国企业的产品,而这也是为何美国会进一步将华为视作威胁的原因。 华尔街日报说,美国方面认为华尔可能会给中国政府对美国史学的间谍和网络盗窃,行为提供帮助。 美国甚至认为,一旦华为在西方世界占据优势,那么中国政府就会逼迫华为对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发动进一步的攻击, 比如对他们的通讯设施进行约程控制和破坏等等,而华为方面则一直在否认这些来自美国的指控,表示他们与中国政府并不存在这种关系,更不会这么干。 因此,在观看了这段视频,很多国外网民便认为美国如今对华为公司老板任正非的女儿和公司高管孟晚舟的逮捕,就是因为美国竞争不过华为了, 所以采用如此不堪的手段去打击竞争对手。 实际上,除了耿直个文章,开头给出的那两条评论,华尔街日报这段视频下面的评论,可以说几乎是一边倒的在谴责美国的, 而且大多数人都认为美国是在搞绑票,翻译,美国这么玩太不公平了,这就是绑票,翻译,中国在偷美国的科技, 然而他们偷的却是美国根本还没发明出的五颗科技。 翻译,CIA,你们别再买华为的产品了,还是买美国苏科的吧,这样的话,我们CIA的工作才能轻松一点,不然你们都用华为,那我们还怎么监护你们? 翻译,哦,原来美国政府不从谷歌,脸书和英特尔那里获取情报啊。 翻译,美国因为不能当老大而吓坏了。 翻译,美国正在告诉全世界自己是一个怎样的国家。 翻译,我在华为手机上看到这个报道。 翻译,美国的做法太可悲了,因为竞争不顾华为就逮捕人家逼老板的女儿,这太可悲了。 翻译,所以绑票这种犯罪行为,现在是美国外交的新常态了。 翻译,美国在全世界有800个军事基地,过去15年打了三场战争。 美国国安局天天在监视美国自己的梦友,同时杀特在杀记者。 普京也仍然还是那个普京,可华为却成为威胁世界的那个讽刺的事。 就在这些外国网友都能清醒地看到孟女士被捕背后的真实动机时。 中国的网络上却有一群人,不仅为孟女士被捕拍手叫好,甚至宣称孟女士是文明世界最大敌人的帮凶。 可能这些人对于文明的认识,和正常人不太一样吧。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